10月23号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羽毛球男子团体最后一轮在武汉大学进行 此前已取得三连胜的中国八一队面对最强对手韩国队 最终以5比0完胜对手 四战全胜夺得军运会历史首枚羽毛球金牌 首场男单 世界排名第45位的赵俊鹏对阵世界排名第48位的许公熙 这也是一场世界羽团高水平男单对决 比赛开始后 进入状态较慢的赵俊鹏先以10比21交出首局 随后比赛中赵俊鹏状态回升 连班两局赢下第一分 比赛现场几十名身着制服的军人形成小方阵 他们挥舞国旗齐声高喊中国队加油 全场观众在他们的感染下也齐声为中国队助威 在现场热烈的气氛中 中国队连下四局赢下比赛 前不久刚结束丹麦公开赛回国的张楠表示 自己很喜欢来武汉参加比赛 球迷们的加油声给了自己很大的信心 已经有四五天的时间 时差是没有了 我也非常喜欢来武汉这个地方比赛 因为每年都会有来武汉比赛 也非常谢谢有这么多的观众来关注我们男团的比赛 我觉得有这么多的球迷来为我们加油 我觉得更多的会成为我们的动力吧 中国队的运动员每战结束后 都会与观众席上的战友互进军礼 这一暖心的互动场景也引发了现场球迷的振振欢呼 我觉得首先像原来参加奥运会的世锦赛 他都是为国争光 这一次第一次以军人的身份 然后参加军人运动会 而且站到最高领奖台 我觉得一个是为国争光 一个是为军旗天才 对于自己来说 我觉得更加的感到一份责任感吧 武汉军运会羽毛球比赛是该项目首次进入国际军体理事会赛事体系 共有12个国家68名选手参赛 本届男团比赛有中国 法国 朝鲜 韩国和泰国共5支球队参加 进行单循环赛排定最终的名次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